朝廷把各地搜寻来的孤儿关进小黑屋 几人一组关进小黑屋 最后活着出来的才会被训成锦衣卫 而锦衣卫中最强者授予青龙名号 他使用的武器号叫大明十四式 能有十四把陨石打造的钢刀 削铁如泥 其中八柄用来审问 六柄用来处决 最后一把名叫奉天成人 由于任务失败自尽 里面还有多种钢索暗器 号称古代的要你命三千 江湖中还有另一种奇功 逍遥功 使用者身轻如魂 落地不出声 速度快如闪电 任你是武侠高手也进不了他身 一条钢鞭下 冤魂无数 当青龙对上逍遥功 谁才是顶级高手 明朝末年 皇帝无能 太监假惊中投其所好 让他沉迷于女色 自己掌管大权 皇帝束缚亲王 以谋超篡位而被贬到关外 得知朝廷被太监占了 他就想夺权上位 太监假惊中 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 开始屠杀忠良 他盗用皇帝兵符 命令锦衣卫 去抓太夫赵神炎 因为他通敌叛国 证据就在玉玺盒子里 当时的锦衣卫 还是效忠听命于皇帝 没有兵权 谁都调动不了 太夫收到消息 相讨已经迟了 青龙带领锦衣卫 截住了他的妻女 胁迫他交出宝盒 赵神炎告诉他 宝盒里只有玉玺 并没有其他东西 如果玉玺落入别人手里 那百姓面临的 又是一场血流成河的战争 青龙觉得对方说的有道理 就在他犹豫时 赵神炎被剑投袭下线 对方趁机抢走玉玺 跳窗逃跑 青龙受伤慢了一步 等追着无外 发现同事已经全部下线 他分析自己手下功夫不弱 如果不是熟人 不可能这么快 就能解决他们 另一边 锦衣卫府中一片混乱 他竟与夹金钟 收买了第二高手玄武 他解决了锦衣卫装的兄弟 关了起来 夹金钟 见收买不了这些人 就要玄武下杀手 既然他们收买不悟 就将他们杀了罢了 但是朱雀临死不屈 另一边 被关的白虎 他性格相对冷静 当他拿起刀时 并没有急着出手 反而是找准位置 拿起刀斩断薄上的铁链 拿刀攻向玄武 并找准时机砍断木桩 随后退过木桩杀向太监 这把太监吓了一跳 眼看要斩杀成功 突然 一件衣服在空中飘了过来 落地时 变成了一位蒙面美女 白虎一刀过去 对方飞空而起 还用脚踩他的头 如同女鬼一般 女子不仅轻功好 力道也不一般 轻松的就把白虎甩了出去 使出逍遥功 只见衣服不见人 就算刺中对方 也只是一件衣服而已 白虎虽然历经百战 但也没见过这种招式 一时间目瞪口呆 随后 对方拿出钢鞭 白虎不定 最后死在女人的脚下 女人自称名叫托托 是首亲王 让他过来帮忙解决青龙 太监一听 就知道怎么回事 这对他来说 百利二无一害 青龙重伤在身 看到仅一微服破烂不堪 知道出事了 只好以退为进 饱和再说 他先找了一家正义镖局 给了三百两银子 要求护送他安全离金 镖局正好缺钱 就接下了这笔生意 第二天 把他藏在镖头女儿的婚觉里 躲过层层盘查 逃了出去 虽然一路点拨 但青龙睡得和死猪一样 这是他睡得最好的几小时 在镖局休息的时候 一群强盗来要勾炉费 但是镖局哪来的钱 这群人就把镖局踩到地上 女儿瞧话看不下去 冲了上去 眼前就要被打 青龙丢出几股打倒对方 但这群人仍不肯走 直到青龙教训了他们一顿 并给领头的看了锦衣卫令牌 这群人才吓得磕头 乔华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没想到青龙这么厉害 却不知道自己闯下大祸 其实青龙前面亮出牌子 就为了引出这群锦衣卫 他在休息的轿子中布下机关 锦衣卫打开轿子门时 触动机关 直接送走一批 接着从天而降 青龙迅速出剑 完全是碾压现场 突然边上的棺木冲了过来 青龙一人飞踢 对方一刀把棺木砍成二半 提着大刀 就是一顿猛砍 青龙徒手接刀 对方是个好手 接连几下 青龙都是主动闪溢 对方以为青龙不是自己的对手 竟然丢出大刀 使出胡爪和青龙过招 几招下来 青龙瘦了一拳 对方开始嘲讽他 不过如此 只不过他没想到 青龙前面只是在使招而已 接下来这些 可有的他受弹 解决了这人 青龙又用大明十四势中的 八柄审判刀 逼问刚留下的幸存者 谁是幕后凶手 幸存者刚开始还嘴硬 但见识过八柄刀的威力后 说出凶手是玄武 只求快死 而标局的人也从青龙身上的标识认出了他 并表示不想再和他一起同行 太危险了 青龙也没有勉强 自己前往燕门关关 刚入关内 青龙就看见了贾经中手下的警衣卫 通过调查发现 贾经中卖地换了一千两黄金 今天会由下后多位护送抵达到燕门关 他准备拿下这批黄金 迎出幕后黑手 同时盯上黄金的还有天鹰帮的帮助 大摩判官 判官看到有人和自己盯上同一批货 便找到青龙要求对战 说的人不准碰黄金 在最后关头 青龙停手并主动拿出一战地图 告诉判官 商队里有一千两黄金 但是人多事重 单人不一定能拿到好处 他黄金不要 只要另外的东西 随后打开大明十四式 抽出斩刀 随手一斩 边上的防粮断裂 盘官这才知道 刚才自己算是捡回一条命 二人不谋而合 决定一起合作 晚上青龙一人在酒馆喝酒 拖拖坐在他身边 青龙感觉到傻气 但并没有先发制人 反而倒了碗酒给对方 室外放起了烟花 白心外出看烟花室 拖拖拿出钢鞭在手 青龙打开大明十四式 快速反击 两人功力不相上架 拖拖的钢鞭略胜一冲 并再次使出逍遥步 青龙已想好对策 不和对方纠缠 设下了拖拖的面罩 不得不说 这女人杀气十足 另一边 夹镜中收到一千两黄金 开心得不得了 但是得知沁王要预袭 下招他进京 当场大怒 他以为玄武还在为他卖命 没想到 原来玄武再次叛变 投生在沁王手下 这时 室外传来爆炸声 大魔判官杀到 一把弯刀丢出 正当玄武拿着玉玺 要盖下招书时 青龙拿下伪装 现身阻止他 玄武面对青龙迅猛的攻势 免起接下几招 直到自己再不逃 就没有生还的可能 丢下玉玺 落荒而逃 青龙收好玉玺后 和判官告别 两人虽相识没几日 却惺惺相惜 青龙拿到玉玺 以为事情暂告一段落的时候 妥妥再次出现 并设计拿走了玉玺 青龙在后面穷追不舍 而大魔判官手下发现 青龙丢失玉玺 并且青龙开始集结兵力 准备向京出发 他知道青龙这是要造反 百姓将没有安宁的生活 为了百姓 他决定帮助青龙抢回玉玺 他找到青龙 双方商量好计划 在必经之路拦截对方 青龙对付青龙火枪队追一袭 判官则对付托托 青龙虽有火枪队 但是大魔判官的手下也不弱 再加上定型熟悉 青龙火枪队被巨石砸得乱了队形 青龙冲了下去 一顿砍杀 刀刀致命 玄武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几刀下来跪倒在地 本来青龙还想放他一马 但没想到玄武还想从背后偷袭 但是另一边 判官对着拖拖就没那么轻松了 虽然判官收到很快 但怎么也快不过拖拖的钢鞭 身上中了N鞭 他有机会逃走 但是为了知己青龙 他拼了 青龙知道判官死后 他是要为对方报仇 整理好大明十四世 穿上锦衣尾衣服 要和拖拖决一死战 他把拖拖引到一个破庙里 并且放下铁门 他抱着必死的决心 要和拖拖决一死战 两人都是绝顶的高手 刀光鞭影 拖拖还是略胜一筹 一脚提出佛像头 撞得青龙吐血 青龙躲在佛像后 来了一气偷袭 刺中拖拖左肩 但是他好像并没有多大反应 甩出钢鞭 直接把石像劈成两半 老实说 这一段打斗绝对精彩 我还是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原片 这拖拖也是狠人 脚背铁门刺烂 战斗力依旧不见 青龙剑撞把刀烧红 决定拿出致命一击 没想到拖拖脚脚伤 依旧能使出逍遥弓 人如鬼魄 青龙一刀过去 只是砍到衣服而已 一顿操作下来 拖拖真变成了拖拖 青龙一个没注意 被刺穿肚子 但他并没放弃 只是拖拖战斗力实在太高 简直开了挂 青龙又被刺中复驳 这次他快速抓住拖拖 用尽全力卡住他的脖子 看到远处的大明十四世 一脚踢向石头 揭发器官 拖拖死命挣扎 但是怎么都动不了 才看到三只剑射出的那一刻 他放弃了 闭上眼睛 二人一起倒下 这部2021年 真字版的锦衣卫 由红金宝 吴马 罗家英残言 电影褒贬不疑 虽然打斗很多 但是拖拖这种开挂的战斗力 除了果凶 还有特效画面 能吸引人注意 别的 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精彩的地方 另外 电影中的感情戏上有很大问题 千万别以为 解说里面没感情戏 那是因为 我删光了赵某人的兴奋 再就是道具方面 电影书信上 用的居然是打印体 不得不说 导演李仁岗 把一手好牌打得稀赖 感谢观看